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的消息 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俄罗斯民众和专家学者表示 期待这次高层会晤能进一步推动两国合作 巩固中俄传统友谊 开创两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俄罗斯各大媒体近日纷纷报道了 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的消息 一些媒体认为 习近平上任之后选择俄罗斯作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显示出新一届中国领导人 致力于发展对俄关系的坚定信心和政治远见 俄罗斯民众对习主席的来访也充满期待 希望此次访问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多商机 推动文化领域的交流 俄罗斯国际关系问题专家 卢嘉宁表示习近平上任之后选择俄罗斯作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体现了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继承性 表明在政治上俄中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罗曼诺夫表示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给他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务实 因此他对中俄两国领导人此次会见的成果充满期待 他将习主席此访比作中国风 希望俄罗斯这艘大船能够借风扬帆破浪前行 能够找到最高兴的机会 使用美国风扬帆破浪前行 美国风扬帆破浪前行 最好的方法 让美国风扬帆破浪前行